各位朋友们,大家好,解读设计 今天我们解读日本领木汽车的标志 是一个S,是领木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不过这种设计呢,给人很有力量的感觉 象征着领木汽车公司的发展 给人非常有力量的感觉 其实很多的logo设计啊 就是要么以那个创始人的名字 中间的一个字母或者字母缩写 要么以这个公司的名称的一个字母 直接发展成为logo 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 是很多人的做法 也是比较简单的设计logo的做法 但是这不代表这logo就不漂亮 就没有意义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也不影响他们产品的质量和发展 所以有时候简单的思维也非常好 非常棒 拜拜